42 岁男星Gino 蔡冬威被封为明氏一哥 自家农本土聚后十年时间都待在明氏 优异的表现也让他人气指数飙升 但先前在未告之前东家的状态下 直接跳槽至三立一家团圆剧组 让他一度遭批叛徒 事后Gino也为此致歉 然而近日却传出才刚跳槽没多久的他 角色即将领便当下戏的消息 也让大家感到十分震惊 根据TVBS新闻网报道 Gino闪电跳槽的风波 在他表示即便如今汉明氏与经纪公司已有一段时间没有合约 但一句话都没通知显得理数不周 出面致歉 出面致歉后终于告一段落 原本他以为能够安心的在一家团圆中演出 没想到近期却波折不断 这次Gino在一家团圆饰演活泼开朗的灵谷塔业务方自在 该角色出生时被父母放弃 但他却相当乐观 正义凛然的他 除了白天生命礼仪的工作外 下了班还有另一个身份 太子爷基深 该角色出场后随即受到观众喜爱 在Gino向太子爷承诺愿意吃素以扮演神明代言人后 拍摄图中更是如有神助 但在拍摄《鸡身大战》里生戏码的图中 Gino却不慎受伤 事后的他认为是自己对于民族方面礼数不周 并表示日后会更加慎重 在历经几番波折后 Gino和他所饰演的角色方自在渐入佳境 近期在剧情中更和女星永图林婷玉 饰演的角色发展出感情线 正当众人纷纷期待两个角色的恋情能够修成正果时 Gino却在30日投出一张剧照 只见他所饰演的方自在倒卧一旁 周围的人们脸上露出了惊恐无奈的表情 他还在文中特别提到 自在拜拜了 比我想的还快 消息一出也让网友们感到震惊 才刚也没多久就要领便当了吗 照片发出后引起网友热烈讨论 有人太喜欢Gino扮演的角色 不愿相信这样的事实 而也有网友提出精辟分析 应该是在吊人胃口 还有伏笔没收完 应该不会这么快 好戏还在后头吧 既然是鸡身 太子爷公必定能保佑他渡过难关 这次跳槽至三历后 真的发生了好多事啊 无论方自在究竟有没有领便当 依照大家关注的程度看来 Gino都收获了更多的粉丝呢 Gino都收获了更多的粉丝